落日沉溺于橘色的海 晚风沦陷于赤城的爱 大家好 我是丸子 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被拐十八年的哥哥终于回了家 我第一时间就告诉了男友 没想到他听后却脸色大变 你哥这时候回来 肯定是要跟你争家产 我第一时间就告诉了男友 我摇摇头 哥哥虽被拐卖 但他聪明又厉害 早已身价过亿 还说要送我一栋大别墅 作为我的新婚贺礼 可还没等我开口 男友又迅速说 自古以来财产都应该留给儿子 所以咱们先领证 你把钱都转到我名下 这样就不怕外人惦记了 听着他的话 我果断通知酒店取消结婚事宜 毕竟我跟谁是一家人 我心里有数 谁惦记我的钱 我心里也有数 哥哥是为了保护我才被人贩子给拐走的 那年我五岁 他八岁 保姆带着我们在楼下小区里玩 他中途打了盹 倒在长椅上呼呼大睡 人贩子盯上了我 捂住我的嘴 把我强行往车子里塞 哥哥一边喊救命 一边对人贩子拳打脚踢 人贩子怕动静闹得太大 就把我丢到一边 趁机掏出棍子 把哥哥打晕 然后将他拖上车 慌张离开 等到有人发现时 那辆车早已不见了踪迹 哥哥至此消失了整整十八年 但我和爸妈都没有放弃寻找哥哥 好在现在终于找到了 看着面前这个模样 跟我有着五分相似的男人 或者是血缘里的羁绊 让我一见到他 就忍不住想要靠近 还想抱一抱他 哥哥 对于这个称呼 我每天都在心里默念着 可真正说出口的这一刻 苦涩袭上心头 让我忍不住落泪 许诚比我冷静一些 他张开双臂 大大方方拥抱了我 说小哭包长大了 是个水灵灵的大姑娘了 听着他的话 爸妈在一旁抱头痛哭 一遍遍说着对不起 当年他们工作太忙 经常把我和哥哥丢给保姆照顾 那个保姆一开始还算认真 后来看爸妈经常不回家 就越来越敷衍 才会导致最后悲剧的发生 可无论怎样 失而复得的喜悦感 在这一刻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警察局打了个照面后 许诚就跟我和爸妈回了家 哥哥 你的房间妈妈每日都有打扫 就等你回来了 我跟在许诚身后 心里还是抑制不住的激动 这些年 爸妈生意无论做得有多好 都没有选择去换一个更好的房子居住 就怕有朝一日 哥哥自己找到了家 这里却没了家人 他会难过的 他的房间和十八年前 没有任何变化 略显幼稚的卡通图案 但每一处都无比干净 期待着他的主人回归 许诚也忍不住红了眼眶 他坐在床上 爸妈一左一右拥着他 我就跟小时候一样 端着小马扎坐在他面前 仰头盯着他 当初人贩子见我是个男孩 就想把我卖个好价钱 我中途找机会偷溜了出来 但是脑袋磕到了石头上 等醒来后 发现自己在福利院里 但什么都不记得了 一直到最近 又出了一场车祸 才想起来自己家在哪里 说到这里时 许诚嘴角露出了一丝苦涩的笑 妈妈当即就有些绷不住 抱着他又一次失声痛哭 说什么再也不要分开 爸爸很高兴 系好围裙说要亲自下厨庆祝一番 在饭桌上 哥哥说起了这些年的经历 我运气不错 跟大学室友合伙开了公司 赚了不少钱 说到这里时 哥哥略微停顿了一瞬 他转头看着我 诺诺 听说你就要结婚了 我点点头 揽着他的胳膊 跟小时候一样粘着他 他还不知道你回来了 要是知道我找到了哥哥 肯定会为我高兴的 等过两天 我就安排你们见面好不好 我的爱情 必须有哥哥的祝福 否则就是不完美的 许诚点点头 又伸手揉了一下我脑袋 我作为哥哥 也得为你的嫁妆添一份力 刚好我名下有一套别墅 位置很不错 就送给你当新婚贺礼好不好 哥哥很有钱 比爸妈还有钱 所以我没有任何扭捏 痛痛快快到了线 又继续听他说着 这些年的经历 这一天 应该是我生命里 最快乐的一天 所以晚上回到房间 看着男朋友秦兆川 发来的信息时 我赶紧给他打了个电话 说明天有一件 很高兴的事情要告诉他 我以为他也会为我高兴 没想到 秦兆川在得知 我哥哥被找回来时 脸色当场就变了 什么 你哥被找回来了 秦兆川蹭地一下站了起来 碰到了桌上的咖啡 弄脏了身上那件白衬衫 我赶紧抽了两张纸递给他 但是他没接 知道你会惊讶 没想到你居然比我还激动 彼时 我以为他是因我找到哥哥而开心 听着我打趣的话 秦兆川当即就握住了我的手 一脸严肃道 你们查过亲子鉴定吗 会不会搞错了 我摇摇头 做了亲子鉴定 他就是我哥哥 不会有错的 秦兆川并没有松开我的手 反而又握得更紧了些 他说 早不回来 晚不回来 怎么偏偏我们要结婚的时候 他就被找回来了 这话听起来 让人心里很不舒服 所以我抽开了手 连这语调都冷静了很多 秦兆川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跟爸妈找了哥哥这么多年 我最大的心愿 就是他能够送我出嫁 你一脸失望的样子干什么 许师见我生气 秦兆川赶紧摇摇头 他直接坐到我身边 像是极力按压着心里的怒火 然后温生开口道 如果你哥哥没有找回来 你就是独生女 所以呢 他继续说 所以如果你哥哥回来了 你们家的家产 这都是他的了 听着他的话 我愣了一下 我跟哥哥都是爸妈的孩子 家产一人一半 这有什么问题吗 就算给哥哥多分一些 又能如何呢 这些年 我在爸妈的宠爱中快乐长大 可哥哥在福利院里艰难存活 加上当年本就是为了救我 而被拐走 说到底 我欠了他一条命 秦兆川赶紧摇摇头 看起来像是十分着急 他有些恨铁不成钢道 你傻呀 他这个时候回来 肯定就是要跟你争家产 你动脑子想想 你哥被拐卖这么多年 日子肯定不好过 现在突然被找回了家 面对那么一大份财产 他怎么可能不动心呢 这次回来 就是为了跟你争家产 原本属于咱们的财产 到时候都给了他 你们又没有什么感情基础 他又能给你多少嫁妆呢 我摇摇头 想要开口反驳 哥哥这些年在外打拼 公司比爸妈经营的还要大 身家早已过百亿 而且昨天晚上吃饭时 除了说要给我那套别墅当嫁妆 哥哥还给了我一张不限额的黑卡 说是让我随便刷 可还没等我开口 秦赵川眼神忽然亮了一瞬 他看着我说 自古以来 财产都是留给儿子的 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 以前你是独生女 财产肯定会给咱们 可现在你哥回来了 财产肯定都要给他 所以我们先领证 趁他还没有在许家站稳脚跟 你先把所有财产和股份 转到我名下 我替你看着 这样就不怕外人惦记了 你是个女孩子 以后在家当父太太就好 公司我替你管 保证不让你的哥哥 分走一分一毫 怎么样 听着他的话 我的心一寸寸凉了下来 或许是有些不可置信 眼前这个跟我在一起了快五年的男朋友 在大学时期就相爱 对我百依百顺 所以毕业一年后 我们就打算结婚 可是我没想到 他今天会说出这样一番话来 我强压着心里的失望 又问了他一句 他是我哥哥 财产一人一半没什么可说的 你觉得有哪里不对吗 秦赵川像是没发觉 我脸上逐渐难看的表情 而是沉浸到了自己的世界里 握着我的首尾仰着头 开始无限遐想 你是女儿 没法跟儿子争家产 所以只要咱们领了结婚证 我就算是你爸妈半个儿子 你再把所有财产和公司股份转给我 这属于咱们的家产 怎么能给别人呢 咱们的 退一万步说 那是我的钱 什么时候成了咱们的 所以我直接甩开他的手 冷冷到 你死了这条心吧 我哥哥没有你说的那么不堪 还有家里的财产 那是我爸妈打拼的 无论他们给谁 我都没有意见 听着我的话 秦赵川也很生气 他直接站起来 指着我鼻子骂 许诺 你是不是蠢呢 要是没有你哥哥 那么多的财产就都是你的 以后用到咱们小家里 让我爸妈还有叔叔伯伯 一起来帮你管公司 总好过你那哥哥继承所有 你穷得叮当响 然后嫁到我们家吧 如果到这一刻 我都还没有听懂 他弦外之音的话 就真的是蠢了 我的哥哥 和我血脉相连的人 是外人 还没有跟我扯结婚证的他 包括他那一大家子 亲戚朋友 是亲人 我被这个认知 直接给气笑了 所以我也站了起来 还将桌子上 另一杯没喝的咖啡 直接泼到他脸上 秦赵川 以前我怎么没发现 你是这种人呢 既然你担心 我会变成穷鬼 那么还结什么婚 分手 说完 我直接就往外走 本以为这五年的感情 就此喂了狗 但我没想到 秦赵川那一大家子人 并没有打算放过我 哥哥被找回来 爸妈要带他回一趟老家 说是要寄告祖先 而我因为自己开了一间画室 最近工作很忙 所以没有一同前往 因此 我跟秦赵川分手的消息 也并没有第一时间告诉他们 当天晚上 我就发现自己的窗户 被人给砸了 玻璃茶子溅了一地 我刚从浴室出来时 就差点被玻璃溅到 看着地上的石子 我小心绕到阳台处 一眼就看见了 正站在我家院子里的秦赵川 他见我出现 迅速朝我挥了挥手 诺诺 你爸妈这几天不在家 正是我们去领结婚证的好机会 我一听到这话 直接给整笑了 感情我下午说得分手 他完全都没有当回事 甚至大半夜还偷跑来我家 企图将我蛊惑过去领结婚证 所以我直接冷了脸 站在阳台上 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念在这五年的情分上 我给你留最后一点体面 你要是再不离开 我就报警了 深夜闯进小区 还翻进了我家院子 用石头砸碎我窗户 这就是我之前瞎了眼 喜欢上的人 一听我这么说 秦赵川脸色也同样难看起来 像是有些不服气 却还是强忍着脾气开口 许诺 我明明是在为你好 你不要被你那个哥哥给洗脑了 他就是想要跟你争家产 只有我是为你好 我没再说话 直接掏出手机 他健壮 虽心有不甘 但还是头也不回地 朝外跑了出去 边跑还边说 诺诺 你就是太单纯了 才会被别人骗 但是没关系 我一定会保护好你 保护好我们的财产 呸 什么时候我家的财产 就成他的了 许诗有些气不过 我在手机里翻找到物业的电话 跟他交代了秦赵川的事 让他们绝对不可以再把人放进来 但是秦赵川 依旧没有死心 隔天我去画室的路上 远远就看见了秦赵川的母亲 坦白说 他从前对我挺好的 我不知道他的这份好 是否和他儿子一样 存了算计 所以在打照面时 我并没有露出过多的情绪 打算静观其变 秦母则是直接握住了我的手 亲热开口 诺诺 阿姨一直都把你当作儿媳妇 我知道你跟赵川最近闹了矛盾 但小情侣哪有不吵架的 他也是太担心你 怕你那个哥哥把你吃得连骨头都不剩 所以才想着先领证 毕竟我跟赵川都是真心为你好 好好好 也是过来哄我的 我爸妈对我很好 哥哥也对我很好 至于我家的财产 我和哥哥谁多谁少我都没有意见 我冷静说完这句话 刚才还一脸亲热的秦母 已然露出了不满的神色 你别傻呀 诺诺 你那爸妈不当人 非要把子捡回家 以后的财产就没你的份 还不如先跟我家赵川领证 以后我让赵川的兄弟们 还有叔叔伯伯 一起来帮你管公司怎么样 如果说一分钟前 我还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个 曾经对我很好的秦母 那么从他将这段话说 出口的那一刻开始 我就知道 秦母本质上和他那个儿子 没有任何区别 口口声声说 为了我好 拐着弯的想要我和秦赵川先领证 这样能够名正言顺 燃指我家产业 简单来说 就是想吃我家绝户 却没想到我亲哥哥回家了 计划破败 所以如今又闹了这么一出 看着面前的秦母 她眼底阴切模样难掩 但既然知道她打了什么算盘 我也就不想继续跟她演戏 所以我直接甩开了她的手 我和秦赵川已经分手了 没有复合的可能 也绝对不会领证 听着我的话 秦母的脸色已经有些难看 她皮笑肉不笑 你跟赵川在一起这么多年 现在说分手就分手 你跟二婚没什么区别 要是分手了 就是个破鞋 你觉得还有谁敢要你吗 得 仅存的礼貌 在这一刻彻底破裂 所以我微笑回应 您这些年 倒是没跟别人在一起 不如去相亲市场走一遭 按照您这话的意思 应该能够成为抢手货 秦母早些年就离了婚 也一直没有在找 总想着等儿子长大 一切就都好了 我知道攻击别人的痛处不好 但是礼貌的前提 对方得先当个人才行 许诺 秦母像是被我气到了 她喊了一声我的名字 脸上的温柔慈祥全部退去 看着来往行人 毫不顾忌地加大音量 许诺 你跟我儿子在一起五年 我儿子那么喜欢你 你现在说分手就分手 你还有没有良心 难道你在外面养了小白脸 咱们虽然是穷苦人出身 可到底是容不得人遭见的 像你这样子 没吃过苦头的小姑娘 在感情上玩弄别人 小心遭天谴 已然撕破了脸 所以我也没有任何顾忌 也不怕那些异样的眼光 在众人议论分分钟 我只回了一句 我问心无愧 不过究竟是谁算计谁 又是谁想吃谁家绝户 那人心知肚明 借用你的话 小心遭天谴啊 至此 我和秦家彻底翻脸 好不容易过了三天平静日子 我以为秦赵川已燃死心 但我没想到 他会直接跑去我的画室 在那里面布置了一场 看似温馨浪漫的求婚仪式 在众人的起哄中 将一大捧玫瑰花递到我面前 诺诺 我知道你这几天心情不好 你想打我 想骂我都行的 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 经历了不少事情 为了你 我来到这个城市发展 也是为了你 我努力攒钱买房子 同样还是为了你 我每天都在努力工作 只想有朝一日 能够把你取过门 诺诺 无论之前我们发生过什么 可我们之间有这么多年的感情 怎么能够说算了就算了呢 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一定会好好对你 给你完整的爱 好吗 说话间 他试图将手里的戒指 给我戴上 我反手就甩了他一巴掌 众人的起哄声戛然而止 面面相去肩 我冷眼看着面前的秦赵川 你说得对 好歹有那么多年的感情在 所以我没想把场面闹得太难看 安安静静分手就好 以后见了面就当作陌生人 彼此之间都还能留点余地 可是你又做了些什么呢 半夜砸破我家窗户 希望我偷身份证跟你领证 然后把我家的财产 全部都过户到你名下 你真当我是傻子啊 我深吸一口气 接着拿过他怀里的那束玫瑰花 直接朝着他砸了下去 最后 你留在这个城市里发展 是因为这个地方 对你的事业最有帮助 即使没有我 你会努力攒钱买房子 也会每天努力工作 别把什么事情都说成是为了我 不恶心吗 好歹曾经互相喜欢了这么多年 非得把局面弄得这么难看 露出心里最丑陋的一面 听着我的话 秦赵川的脸色也逐渐难看 他缓缓站起身 看着散落一地的玫瑰花 依旧有些不死心 诺诺 我是在为你好 你为什么就不听呢 究竟是为了我好 还是为了名正言顺 吃我家绝户 我直接将话摊开了说 导致那些原本还在看热闹的人 此刻进入寒蝉 秦赵川的脸面 也有些挂不住 想也不想就反驳 我什么时候觊觎过你的财产了 你心思单纯 我不过是担心你被骗 想要保护你而已 我家里的那些书败堂兄弟们 虽然文化水平都不高 但是好歹跟我一条线 都能够和我一起帮你管理公司 我们明明都是为了你好啊 睁眼说瞎话 我第一次对这个词 有了深刻的认知 所以我想也不想 就举起手机 点开了录制 那你把这些话再说一遍 然后我将这段视频发到网上 让网友们看看 究竟是我不知好歹 还是你心怀鬼胎 怎么样 听着我的话 又看着我已然开始录制的手机 他迅速往后退了两步 接着露出了痛惜的模样 仿佛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 他边往外走边说 诺诺 你太狠心了 太狠心了 对此 我只想送他两个字 傻缺 我知道秦赵川还没有死心 但这几天我没有去化石 更多的时候就待在家里 他找不到任何机会和我见面 只会每天给我发信息 想要给我洗脑 每次看到那些信息时 我第一时间就拉黑删除 接着又有新的号码发来 循环往复 而爸妈和哥哥 也终于从老家回来 哥哥还给我带了不少礼物 他一回来 就神神秘秘凑到我身边 让我明天去他的公司 说是要给我一份惊喜 我问他是什么也不说 当天晚上 又有一个陌生的号码 给我发了短信 这次倒是没有那些洗脑的话语 他说 许诺 其实我知道你 一直都不太能看得起我 但我告诉你 我凭借着自己的努力 在今天已经成功升职 领导都很看好我 说再过不久 我或许还能升职 这家公司 可是全世界前一百强 比你家公司还要厉害 我根本就不屑 寄予你的家产 知道吗 感情 这次给我发信息 是来炫耀升职 我再次反手拉黑 接着倒头就睡 毕竟明天 还要去哥哥的公司 但我是真的没想到 秦兆川 居然就是哥哥公司里的员工 当我看见他的那一刻起 我突然就意识到了 哥哥所说的惊喜 我还没有告诉家里人和秦兆川分手的消息 所以当哥哥发现 秦兆川在他公司上班时 就动用手里的权力 直接给他升职加薪 就是为了让我开心一些 见我来 秦兆川推开那些围在他身边恭贺的同事 眼里带着些许炫耀 你这是知道我升职了 特意跑过来找我复合 傻玩意儿 我被他的迷之自信给震撼到了 所以我一时之间没开口说话 秦兆川眼里得意更显 他故意扭头看了一眼 正在看热闹的员工 接着扬着声音说 虽然你总爱闹小脾气 少有不开心 就用分手来威胁我 但是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既然你诚心诚意来道歉 我就勉为其难原谅你 只不过以后你必须听我打住 我冲他做了一个打叉的手势 附赠一个白眼 然后跟他说 你想多了 我今天来这里是想找顾之福 顾之福是哥哥失忆后 在福利院里自己起的名字 因着哥哥才刚找回来 许多手续都还没完全办好 连带着户口也还在办理中 所以秦赵川只知道 我哥哥叫许成 但并不知道 他们其实就是同一个人 一听我的话 秦赵川倒是还没开口说些什么 人群里突然冒出来一个小姑娘 直接走到我面前 将我上下打量了一番 眼神带了些许轻蔑 你要找我们顾总 我点头 是的 我和他说好药 你以为我们顾总是 想见就能见的吗 那小姑娘直接打断了我的话 眼神愈发不满 甚至直接开始了说教 像你们这种老女 就知道往男人身上贴 知道咱们顾总帅气有多金 所以上赶着来见她 你自己也不想想 顾总能看得上你这种人吗 搞笑 妹妹来见自家哥哥 怎么就成老女了 所以我礼貌回她 我不知道你们顾总 能够看上怎样的人 但肯定不会看上你这种 尖酸刻薄的人 大家都是千年的狐狸 在这儿玩什么聊斋呢 那样酸溜溜的语气 我闭着眼睛也知道 她对我哥有意 不过大概率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我哥不喜欢她 所以在众人面前被我戳穿了心思 那小姑娘当即就红了脸 跟着脖子冲我吼 我是什么人需要你说吗 像你这种老女 我见多了 就是仗着长得好看 嘴皮子挺溜 但实际上早就被人给完烂了 说吧 她转头看了一眼秦赵川 这是你前女友 上次你跟我们说 她莫名其妙要跟你分手 你看她今天就来了公司 还说要见顾总 十有八九就是想甩了你 然后磅大款 你还傻愣愣地答应她的复合 不怕头顶变成青青草原吗 秦赵川明明知道我是怎样的人 可在听到这样的话时 还是露出了不满的神情 仿佛我真的做了什么 对不起她的事情一样 顾家 别说了 秦赵川往我跟前走了两步 还有你 诺诺 我们顾总不是想见就能见的 虽然我知道 其实你今天就是为了见我 找顾总肯定就是你的借口 别人不明白 我都懂的 懂你妹呀 我懒得理他们 直接掏出手机给哥哥打电话 但是手机却是关机状态 我这才发现 哥哥给我发了条信息 信息写道 诺诺 国外分公司临时出了事 我必须立马赶过去处理 估计几天后才能回来 到时候我给你带礼物 但顾家不知道 她只知道这个电话没打通 笑得更开怀了 当老女 还想在我面前要面子 结果被打脸了吧 你以为顾总的电话谁都有 且不说是不是真的号码 就算是真的 看你这样子肯定就是被拉黑了 赶紧滚吧 这地金枣阿姨拖得挺干净 不能被你给踩脏了 我看着顾家 特想问哥哥一句 这是从哪个精神病院招的员工 我离开时 秦兆川直接追出了公司 他拦在我面前 还故意将带有职位的公牌露出来 故意炫耀 诺诺 你该明白 我是个潜力股 我年纪轻轻就升了职 以后还有更大的潜力 能够赚更多的钱 或许赚的钱比你爸妈和你家起来 赚的还要多 所以呢 我只问了这一句 神色平静 丝毫没有因为他的升职加薪 露出半分的喜悦和崇拜 反而还有些许的嘲弄 他像是被我激怒了一样 又或许是因为周围没了观众 也懒得继续装模作样 他说 所以末期少年穷 指不定以后你还要求我呢 哼 想得倒挺美 我无视他 直接转身离开 秦兆川又试图冲过来拦我 但还没等他继续纠 他的顶头上司李明突然间出现 笑咪咪凑过来 赵川啊 这位是谁呀 秦赵川愣了一下 迅速回话 我女朋友 一听这话 我还没来得及开口反驳 李明直接看向我 带着些许恭维 你就是顾总的妹妹 秦赵川直接摇了摇头 替我做了回答 他说 他确实有个哥哥 不过就是个没见过世面的乡巴佬 怎么能够跟咱们的顾总相比呢 李明文言 脸色愈发严肃 当即正色道 秦赵川 既然你有女朋友 那你又是怎么和顾总的妹妹搭上关系的 一听这话 秦赵川一脸蒙圈 我自然知道为什么 但我并不打算在此刻说出来 只是静静看着李明解释 你一进公司 就在我手底下干活 所以作为前辈 也算是你师父 提点你两句 这次你能够升职 并不是因为你的业绩有多出色 而是上头传来的消息 说顾总的妹妹对你有益 虽然我不知道具体的 但应该是想撮合你们 所以特意给你升职加薪 但要是你有了女朋友 那么就 未曾说完的话 但秦赵川自然能够听明白 刚才还试图一直纠缠我的他 此刻恨不得离我十万八千里远 连忙陪着笑解释 其实我刚才没有说完 他之前是我的女朋友 但我们前段时间已经分手了 原来是这样啊 李明点点头 我看着秦赵川 他显然在这一刻已经有了取舍 所以我也不介意推一把 的确是分手了 不过他 许诺 秦赵川直接朝我吼了一声 接着拽着我的胳膊 去了旁边一家咖啡店 低哑着声音开口道 你不是想跟我分手吗 现在我成全你 你还想干什么 我笑了 不是你非要纠缠 说什么都一定要跟我复合吗 一个是想吃绝户 却未能成功 甚至可能竹篮打水一场空的我 一个是不知何时就喜欢上了他 还主动给他升职加薪的老板妹妹 秦赵川在李明说出口的那一刻 早就做出了选择 从前是他纠缠我 现在他比我更怕这段感情 不能够快速结束 否则惹恼了老板的妹妹 到时候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秦赵川深吸一口气 你到底要怎么样 才能闭上嘴 我也不是蛮不讲理的人 以前跟你在一起 就是单纯为了快乐 所以从前的账我不翻 但你上次翻进我家院子 砸破了我家的窗户 那窗户可价值不菲 麻烦你先付了钱 钱或两气 从此末路怎么样 他一愣 掏出手机 直接打算给我转账 说吧 那块玻璃多少钱 也不是太贵 几万而已 我话音落下的瞬间 他转账的动作一顿 当即抬头看我 多少 你说多少 几万 许诺 你怎么不去抢钱了 这么黑心 我可没有故意虚报 玻璃的确没那么贵 贵的是那一碗的精神损失 还有连夜换玻璃的各种人工费用 几万块钱而已 未来的世界一百强公司的驸马爷 难道掏不出来吗 一听我这话 他咬咬牙 当即就给我转账 别忘了备注用途 我到时候也会把发票开给你 咱们公事公办就行 他气笑了 许诺 你好得很 哥哥在国外出差三天 他回来时 又给我带了不少礼物 还将其中一份礼物 郑重递到我手上 这份礼物呢 是给你男朋友的 我这个做哥哥的 希望你幸福 我看着手里的东西 只是粗略扫一眼 就知道价值不菲 只可惜 秦兆川根本就不配 所以我将这些天发生的事情 全部都告诉了哥哥 看着他脸上的笑容 一点点消失 又逐渐转为愤怒 最后掏出手机 准备打电话 要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 秦兆川那工作水平 时不时出个错 我早就让人给开了 现在还敢欺负你 我立刻 等等 我拦住了哥哥 哥哥有些不明所以 我笑着指了指手里的礼物 像这样贵重的 咱们不给了 不过 也不急着让他离职 因为在三分钟前 就有我们的共同好友 给我发消息 说秦兆川在外面放眼 我为了家族 勾搭金主 所以将他一脚踢开 而他伤心欲绝下 没想到事业突飞猛进 总之 就是在外面各种造谣 恶心得很 秦兆川还用新的手机号 给我发来了信息 附赠了一张照片 炫耀他如今 在公司地位水涨船高 让我后悔去 我一直坚守着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的原则 原本分手了 日后不再相见 就能够皆大欢喜 但既然他在外面 造我黄瑶 那么我自然不会 轻易放过他 我倒是想看看 他究竟能够 让我怎样后悔 我选择按兵不动 隔天还去了一趟公司 哥哥说 在国外出差时 参加了一个拍卖会 拍下了一条 价值不菲的项链 只是因为手续繁多 得晚一些 才能够送过来 项链直接送到公司 所以我跟他说 自己去拿 而这件事 公司里知道的人也不少 不过大家只知道 这条项链是顾总 买给自己亲妹妹的 至于亲妹妹是谁 目前无人知晓 毫无疑问 我又在公司里 遇见了秦兆川 他一见到我就冷笑 怎么 后悔了 现在想来讨好我 但是我告诉你 已经迟了 我白了他一眼 看着他那副 得意洋洋的模样 故意给他泼了桶凉水 在这家公司里 以驸马爷的名义自称 挺开心的 不过我倒是很好奇 从你升职到现在 有没有见过传说中的 顾家小姐呢 一听我这话 秦兆川脸色微微凝致 连带着身后那群 看热闹的员工 也忍不住开始议论 是啊 都说顾总的妹妹 看上了她 但咱们到现在 也不知道 顾总的妹妹是谁 难道这些传闻 都是假的吗 我觉得不假吧 不然为什么秦兆川 能够升职呢 我猜测 十有八九 就是咱们公司的员工 不过隐姓埋名 想躲在暗处 偷偷观察咱们 秦兆川清了清嗓子 故意仰着头说 我当然知道 谁是顾总的妹妹了 你不要在这里挑拨离间 你为了帮大款而放弃我 这是你的损失 只不过日后我有大好前程 也希望你莫来沾边 啥玩意儿 大好前程 不好意思 有点子搞笑 我还笑出了声 好啊 那我就等着看 你会有怎样的大好前程 说完 转身我就往里走 这次哥哥在公司 也有提前交代过 所以我可以直接去他的办公室找他 只不过 秦兆川见我往总裁办公室走 像是有些疑惑 就一直跟在我身后 你来找顾总干什么 我没理他 一直往前走 等到我准备推开总裁办公室的门时 顾家却从里面打开了门 原本眼神落寞的他 在看见我的那一刻 瞬间就变得极具攻击性 你来这里干什么 顾家一开口就是质问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以为你是谁呀 对于这个第一次见面 就对我表现出了强大敌意的顾家 我心里当然也不喜欢 所以同样也没有什么好脸色 顾家却还是强撑着 他并没有看见拐角处躲着的秦赵川 所以特意撩了撩头发 然后神神秘密跟我说 我也姓顾 你说我是谁 他只说了这一句 然后就踩着恨天高 转身离去 则 我的确知道他是谁 小丑呗 哥 你这是从哪招的员工 怎么这么奇葩 进了办公室后 我顺手把门给带上了 这里的隔音做得很不错 所以不用担心外面有人偷听 我坐在旁边的沙发上 哥哥放下了手里的文件 同样也坐到了我身边 他将手里的盒子递给我 这家公司成立之初 顾家的姐姐帮了我不少忙 后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他姐突然离职了 临走之前 希望我能帮他这个忙 所以顾家来了这里 看在他姐姐的面子上 我让他在这里工作 多少也照顾了些 说到这里时 哥哥顿了顿 表情像是有些一言难尽 我以为一家子的姐妹 总是相似的 没想到他姐姐 那么有能力的人 会生出这么蠢的妹妹 能力不出众就罢了 我不过是 看在他姐姐的面子上 多叮嘱了他两句 结果他就觉得 我喜欢他 一直纠缠 办公室里 有块玻璃是单向的 可以从这里看到 外面走廊的情况 所以我一抬头 就刚好看见 秦兆川和顾家 站在一块 秦兆川不知在说些什么 但是将顾家惹得红了脸 两个人在拐角处 说了好一会儿话 这才慢悠悠离开 想着先前 就在旁边偷听的秦兆川 我心里有了个猜测 所以我拍了拍哥哥的手 放心 应该过不了多久 顾家就不会继续纠缠你了 哥哥有些不明所以 但我也没有多说 只是让他等着 我喜欢秦兆川 最初很大一部分 是因为他那张脸 长得的确是非常的帅 想要俘获一个小姑娘的芳心 他最拿手了 而当天下午 我们就在商场里遇到了 秦兆川和顾家在一家奢侈品店里 秦兆川满眼皆是温柔之色 无论顾家挑什么衣服 他都说好看 顾家远远看见了我 就站在门口笑道 这里的牌子贵得很 不是什么人都有资格来买的 显然 顾家依旧把我当成了捞女 秦兆川也赶忙走了过来 小心翼翼护着顾家 宛若护着自己的心上人 家家 你别跟不值得的人置气 我都说了 今天想让你开心 所以 无论你看上什么衣服 我都给你买 好不好 这样一张脸 配上这样温柔的语气 涉事卫生的小姑娘 真的很容易沦陷 而顾家刚在我哥那里 情感受挫 转头就遇到了对他嘘寒问暖的秦兆川 看着他眼里闪烁着些许情意 我就隐约能够猜到些什么 所以我笑道 这么大气啊 秦兆川听出了我言语里的嘲讽 又或许是为了在顾家面前撑场子 当即大手一挥 直接包下了刚才顾家看中的所有衣服 家家 只要是你喜欢的 我都给你买 听着这话 顾家眼里闪过些许的感动 连着眼泪都在眼眶里打转 赵川 你对我真好 秦兆川脸上笑意更甚 直接从怀里掏出了卡 然后他钱不够 然后他冲我伸了手 许诺 我可以给你一个机会 以后我的身份会有怎样的变化 你应该心知肚明 你要是在这时候帮我一把 以后你有困难时 我也会帮你 怎么样 我笑咪咪回他 不怎么样 凤凰难 我离开了商场 没去管身后那些谩骂声 而秦兆川也把顾家当成了我哥的妹妹 本就是同一个姓 再加上那天在办公室外对我说的话 很容易陷入为主 所以他只当作顾家想要考验自己 所以这些日子拼了命地对他好 哥哥帮我留意了公司的情况 他还有些喜极而泣 顾家这些日子的确再也没来缠过我 反倒是天天和你那个丢脸的前男友在一块 两个人一同进出 中午吃饭都在一起 瞧着举止还无比亲密 看样子是已经偷偷在一起了 我点头那挺好的呀 一对奇葩凑在一起 也省得去祸害别人 哥哥笑了笑 接着又说 过几天是公司年会 你作为我的妹妹 要不要参加一下 参加了 身份那可就暴露了 正当我犹豫时 又有一个崭新的号码 往我手机里发了条信息 许诺 你以为自己还是什么凤凰吗 家家现在已经怀上了我的孩子 我们刚已经去领了证 虽然他现在还总想继续考验我 没跟我说他的真实身份 但是我爱他之心 天地可见 至于你 性格不好 还仗着家里有点小钱 眼高手低 祝你以后孤独终老 得不用犹豫了 我冲着哥哥点头 好 我参加 我提前放出了消息 所以哥哥的公司 都知道今晚顾总的妹妹要出席 秦兆川这个人的性子 我还是有些了解的 跟我在一起五年 一直都是极其完美的人设 在我哥哥回来之前 从来没有表现出 半分济觎我家财产的想法 是一个极其能忍的凤凰男 所以面对顾家 为了维持自己的良好人设 肯定也不会提前试探 所以两个人之间的信息差 反倒促成了这两个人的关系 更进一步 年会开始前 我就已经入场了 秦兆川如众星拱月般 被一群人围在中间 他揽着怀里的顾家 笑容那叫一个温柔 他朗声对众人说 我知道最近公司里的传言 不过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 我心里爱着的一直都只有顾家 也不想去当什么公司的驸马爷 只想好好爱着我心爱的女孩 以后这些玩笑就不要开了 听着她的话 被她抱在怀里的顾家 脸上的笑容也是愈发幸福 所以当两个人看见我时 都不约儿童开口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我看着他们 接着又对秦兆川说 不想当这个公司的驸马爷 看样子女还挺痴心的呀 顾家看向我的目光 带着些许警惕 直接挺着根本不显怀的肚子 然后在我面前炫耀 许诺 赵川早就告诉过我了 你就是个见利忘义的女人 无论你现在怎样后悔 但都晚了 我跟赵川已经领了结婚证 我肚子里还怀了他的孩子 你要是敢破坏我们的婚姻 我就把你的事情发到网上 让网友网报你 让所有人都知道 你就是个不要脸的小三 小三 直接给我整乐了 这一对奇葩 确实要锁死 免得流入市场祸害别人 所以我也不打算多说什么 年会正式开始 哥哥穿着西装站在台上 作为领导简单发言过后 接着就将目光转向了我 只不过顾家刚好也站在我身边 秦赵川一脸得意 压低声音跟我说 你以为家里有几个臭钱就了不起 顾总的妹妹 那才是真正的白富美 你连一根脚趾都比不上 说话间 他又一次握紧了顾家的手 我没理他们 而是看着台上的哥哥 听着他说 今天在这里向大家介绍一下 我的妹妹 许诺 话音落下的瞬间 秦赵川脸上的笑意 直接僵在原地 他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你 你是顾总的妹妹 顾家似乎也有些意外 但现在他已经爱上了秦赵川 所以一心护在他面前 又忍不住多说了一句 就算你不是老女 也要知道不能破坏别人的家庭 否则我不会放过你的 他刚说完 秦赵川就直接伸手推了他一把 顾家没站稳 好在旁边有人扶了一把 才没有出现大问题 秦赵川似乎还是有些不可置信 反复问我 许诺 你真的是顾总的妹妹 我点头 是啊 有什么问题吗 我哥这时候也从台上走了下来 跟我站在一起 看着面前的秦赵川 眼神格外不爽 秦赵川健壮 一副快要哭出来的模样 又转头看顾家 像是不死心 直接问我哥 不 不对 顾家姓顾 才应该是你的妹妹 许诺怎么可能会是你妹妹呢 不 不是这样的 肯定不是这样的 一脸懵的顾家 这时候也终于反应了过来 他流淌着两行青泪 伸手不断锤打着秦赵川 所以这些天你对我的好 口口声声说要爱我一辈子 都是把我当成了顾总的妹妹 秦赵川似乎已经在崩溃的边缘 他问顾家 你不是顾总的妹妹 那你是谁 你是谁 顾家根本就不能再回答他的问题 因为过于激动 小腹开始出现了坠痛 连着脸色也变得苍白 会场有人紧急拨打了120 但顾家还在死死抓着秦赵川的胳膊 赵川 无论怎么样 我们现在都已经领了结婚证 我肚子里还有你的孩子 我们好好过日子 不行吗 得 到这地步还能原谅 十足的恋爱脑 秦赵川心红灼眼 恶狠狠瞪着她 如果你不是顾总的妹妹 我为什么还要跟你在一起 又挑剔又难伺候 你以为自己真的是公主吗 这话说的就有些过分了 不过呢 这也算是人家的家务事 毕竟领了结婚证 外人不好掺和 今天就全当看了场热闹 我跟哥哥对视一眼后 他就直接宣布要解雇秦赵川 他业务能力一般 当初要不是因为我的关系 也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内 升职加薪 后来总想着依靠顾家 在公司里当人上人 对工作更加疏忽 出了好几次问题 算是出现了严重过失 所以可以直接解雇 秦赵川 末期少年穷这句话 真不适合你 一个想吃女方绝户的凤凰男 终将为此付出相应的代价 秦赵川后来又试图纠缠我 但爸妈和哥哥已经知道了此事 所以一早就有了防备 小区秦赵川进不来 而他一旦赶在 我画室附近拦我 我就会直接报警 连着报警了两三回 秦赵川也就不敢来了 除此之外 顾家也出院了 肚子里的孩子保住了 我曾跟他见过一面 他俯着威龙的肚子 满眼警惕看向我 赵川现在不过就是被你迷了眼 等我生下儿子 他就会知道这天底下 只有我对他最好了 忘了说 我后来找人去调查过顾家 顾家的爸妈重男轻女 连生了两个女儿后 终于生出了要组 而顾家的姐姐 不想继续被吸血 所以选择去国外发展 他原本想让顾家一起走 可顾家反而将他臭骂了一顿 我们当姐姐的 帮助娘家弟弟 本就是理所应当 你居然为了逃避责任 跑到国外 我有你这样的姐姐 真是丢脸 至此 顾家的姐姐伤了心 一个人独自离开 再也没有跟家里联系 而经此一遭 他和秦赵川一起被解雇 顾家是一个十足的恋爱脑 哪怕闹到了这种地步 也依旧坚信 秦赵川以后会跟自己好好过日子 而除了恋爱脑 还是个伏地魔 药祖谈了女朋友 最近正在商量结婚的事宜 让顾家拿钱 顾家手里握着和秦赵川的结婚证 顾家人就直接上了门 说是要讨回彩礼钱 闹了一次又一次 秦母根本就不是顾母的对手 最后气地住进了医院 秦赵川要和顾家离婚 顾家不愿意 越闹越凶 秦赵川直接去起诉离婚 但没想到顾家直接出示了 自己精神有问题的证据 所以离不了婚 这辈子他们都得继续纠缠 一个是试图吃绝户的凤凰男 一个是伏地磨吸血的姐姐 人凑在一起 这辈子都将不得安生 不过 这一切又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丸子还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我的男朋友 嫌弃我家里穷把我甩了 转头和我表姐谈起了恋爱 只因为我的表姐 可以把她安排进本市最大的公司工作 但是她不知道的是 表姐一家也是为我家打工的呀 叮 手机来了一条消息 我打开看了一眼 是我的男朋友录名发来的 是一条链接 后面接着又发来一句话 妙宝 我马上就要去实习了 你送我这双鞋当礼物怎么样 到时候 穿着女朋友送的礼物去上班 一定很幸福 我打开链接看了一眼 是一双限量版球鞋 一万多 虽然有点贵 但对我来说不算什么 我手指轻动 好 我现在就买 你实习的时候 肯定能穿上 消息发过去 对面很快就回了信 妙宝 你真好 一会儿给你买你最爱吃的烤红薯 看着陆明发来的消息 我笑得满脸幸福 陆明是我的男朋友 也是我们系的系草 为了低调 陆明说 等他毕业再宣布我们的关系 如今他已经大肆了 马上就要去实习了 我想我们的关系 应该也快被大家知道了 等我到了我在学校旁边的公寓的时候 陆明已经等在那里了 看见我来 他从怀里拿出来一个烤红薯 妙宝 快吃 还热乎着呢 结果还温热的烤红薯 我满眼感动 傻瓜 你也有钥匙 怎么不进去 外面这么冷 陆明看着我满脸宠溺 这不是想要第一时间看见你吗 呜呜 我更感动了 直接回了陆明一个大大的拥抱 陆明回抱着我 妙宝 那个球鞋 我扬了扬手机 已经买了 见此 陆明松了一口气 随后又满是心疼 妙宝 又让你破费了 但是第一次去妙生那么大的公司 我不想让别人看不起我 我理解地拍拍他的肩膀 没事的 陆明 我知道 我还有钱 不用担心 为了能在学校安安稳稳地上学 我没有和任何人说过我的身份 即使是陆明 也只知道我家有个小公司 如果他知道妙生是我家的公司 会不会很惊喜 这个惊喜 我打算留在公布我俩关系的时候说 让他喜上加喜 第二天是周末 没有课 我打算在公寓里好好睡个懒觉 结果一大早就接到了我爸爸的电话 说是姑姑的女儿从国外回来了 大家都去给他接风洗尘 姑姑是二婚 据说那个男人是姑姑的初恋 当初在得知男人离婚之后 姑姑也义无反顾地离了婚 并嫁给了他 而且对这男人的女儿 比对自己亲生女儿都好 我已经听过无数次表妹淋淋的抱怨了 因此我十分不想去 爸 不就是回个国吗 哪能用得着这么多人去 姑姑也是 他们自己家人庆祝一下就行 还把你们叫去 姑姑也太不懂事了 让这么多人去给一个小辈接风 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听了我的话 我爸也没有多说什么 虽然他对我姑姑挺好 但我才是他的亲亲女儿 况且那又是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外人 不去就不去吧 还有钱吗 用不用给你打点 爸爸转头问起了我的生活情况 家里每个月都给我十万的生活费 我最近没有什么想买的东西 除了给陆明买了鞋 还剩了不少 不用了 爸 我还有呢 我爸没说什么 我爸没说什么 但是转头 我的手机就收到 到款二十万的消息 林林最近心情不好 你带着他出去逛逛 没想到我爸还挺细心 我黑黑一笑 知道了 爸 保证完成任务 把林林约出来的时候 他还有些无精打采 我带他去了商场 我记得你之前挺喜欢香奈儿那款新到的包 我给你买 我领着林林来到了专卖店 听到要买包 林林的心情可算好些了 我让贵姐把那款新到的包 给林林拿来 但蓝色的小包和林林今天的穿搭很配 我笑着点点头 打算让贵姐给我包起来 那款包不错 我要了 门口突然传来一道声音 我望去 是一个女人 此时正指着林林身上的包 不好意思啊 这款我们先要了 我以为这人刚进来 不知道我们要买这包 便解释了一句 那女人捋了一下耳边压麻色的拳发 随后把墨镜摘了下来 你们付钱了吗 没付钱我就还能买 看清女人的样子 林林身形一顿 女人不屑地笑了笑 随后拿出一张银行卡 递给贵姐 刷卡吧 密码六个一 哎 你这人 我刚想上前和那女人理论 林林抓住了我 妙妙姐 那包我不要了 怎么了 林林 我察觉林林有些不对劲 林林没回答我 眼睛直直地盯着那女人手里的银行卡 等那女人拿到包好的包 才又转头看向我们 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 哟 这不是我的妹妹吗 瞧我 才认出来 妹妹 难道这就是林林后爸带来的姐姐 赵书媛 林林啊 你说要是早知道你要这包 我就不跟你抢了 话是这么说 但是赵书媛手上依旧紧紧地拿着那包 但是总归是阿姨的一片心意 她都把她的银行卡给我了 让我拿出来随便花 你说说 阿姨也太宠我了 赵书媛咯咯地笑了起来 怪不得看那银行卡这么眼熟呢 原来是姑姑的 这银行卡姑姑没少拿出来 给我们这些亲戚炫耀 说是从林林小时候就给她存的嫁妆 没想到竟然给了赵书媛 林林脸色难看 拽着我就往门口走去 林林 别和朋友玩太久啊 今天阿姨可是给我准备了接风宴 路过赵书媛身边 她还得意地提醒了一句 奶奶的 真想给那女人嘚瑟的嘴脸上来一巴掌 林林察觉到我的动作 使劲拽住了我 把我拉了出去 林林 我担忧地看着眼圈已经红了的林林 妙妙姐 我没事 林林摇摇头 把眼泪憋了回去 其实我早就想到了 我妈能为了那个男人跟我爸离婚 肯定也不会在乎我了 爱 我叹了一口气 把林林抱在了怀里 姑姑早晚会后悔的 刚才那个女人说起姑姑眼里满事不屑 想来 心里对姑姑也没有多么尊重 那天之后 林林便跟着我回到了公寓 我陪着她散了几天心 再加上马上放假 要忙着考试 等我回过神来 发现陆明已经好几天没有联系我了 这是之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难道是公司太忙了 我直接拨通了陆明的电话 但是那边响了几声之后就给挂了 接着陆明的信息变发了过来 再忙 已经晚上八点了 这个点还有什么忙的 我撇撇嘴 准备带林林出去吃饭 结果刚走到门口 手机就响了起来 是我的闺蜜苏心 妙妙 你快来锦绣华府 快来 苏心的声音很着急 锦绣华府是一家比较高档的饭店 之前我们没少去 我以为苏心又要和我一块吃饭 带着林林便去了 到了地方 看见苏心正在门口等着我 看见我们来 他抓住我的手就往里面走 妙妙 你知道我在这儿看见谁了吗 是陆明啊 陆明 他不是在忙工作吗 我跟着苏心走过去 果然看见陆明正在里面 还和一个女生一块吃饭 两人有说有笑 气氛看起来很是和谐 我冷冷地看着这一幕 随后又拿出手机给陆明拨了过去 听见手机响起 陆明脸上有些不耐烦 跟对面的女生说了一声 随后拿着手机走到了一边 又怎么了 我不是说在忙吗 能不能不要在我工作的时候打扰我 陆明的语气很不耐烦 陆明 你不要生气吗 我不是想着你工作太累了 想要关心你一下吗 你现在还在公司吗 要不要我去接你 我面无表情 说出的话却是温柔无比 听了我的话 陆明的表情缓和了一些 不用了 妙宝 我这边很快就忙完了 你也早点休息哈 好了 不跟你多说了 我先挂了 陆明挂了电话 重新换上了一张笑脸 走到了那女人身边 林林和苏欣 看得气不打一处来 想要上去跟陆明理论 被我拦了下来 走吧 不用跟这种人生气 我虽然喜欢陆明 但是那是基于对我忠诚的情况下 既然她这么做 那我自然也可以不喜欢她了 我的喜欢来得快 去得也快 不再记挂陆明之后 我的学业完成得很不错 而且暑假也来临了 我终于可以歇一歇了 但是这种好心情 没有持续多久 我接到了陆明的电话 庙宝 公司发工资了 出来我请你吃饭呢 哟 难得这陆明还能想起我 还要请我吃饭 我倒是要看看 他想要做什么 我来到陆明说的地方 学校外的一家餐馆里 这地方 我俩之前没少来 当初我体谅陆明没钱 所以来得心甘情愿 但现在 他带着别的女的去锦绣华府 却带我来这个小餐馆 可见有多没把我放在眼里 妙宝 今天点你最爱吃的鸭腿饭 你可尽吃 吃几碗都行 陆明一脸豪放 呵呵 一碗十五块钱的鸭腿饭 还可尽吃 真把本小姐当猪了 看着碗里油腻的鸭腿 我食之无味 兴致缺缺地挑了几粒米吃着 陆明三下午除二地 把自己面前的面吃完 随后一脸笑意地看着我 妙宝 几天没见 你越来越漂亮了 我淡笑着 没有回话 这狗男人铺垫了这么多 到底想要说什么 那什么 陆明搓着手 妙宝 最近马上要实习生转正了 你也知道 妙生竞争很大 你能不能送我一个你不用的包 我送给我们主管 让他把我留下来 原来是要我的包啊 陆明去过我的公寓 知道我有很多名牌包包 只是没想到 这个男人这么没品 想要走后门 都要来顺走我的包 我点点头 给人家二手包多不好看 等我买个新的 你拿去给你主管 只是我听说 妙生很严 人家能收吗 听到我答应 陆明很开心 那没关系 我们主管和董事长是亲戚 没人管他 哦 和董事长有关系的主管 我来了兴趣 过了几天 我把一个崭新的 Gucci包包给了陆明 同时也告诉他 我也要去妙生实习了 陆明本来还兴高采烈的一张脸 顿时有些不好看 你怎么能去妙生 你不是还没有毕业吗 是啊 所以 我是去兼职的 工资很少 肯定比不上你 主要是去学习一下的 这还是我爸找了好多关系 才能去的 可不是找了很多关系吗 依照我爸的意思 去的话最低也要当主管 被我找了家里好多人才劝下来的 听我这么说 陆明才点点头 妙生是家大公司 就连我去了都要小心做事 你去了要机灵点 别搞砸了 真把自己当成个人物了 我低头撇撇嘴 抬头却又换上了一张笑脸 你说的是 看在这个包的份上 可得让你的主管帮帮我呀 陆明领着我去见那所谓的主管 我这才知道 原来这个主管竟然是赵书源 看来又是我那姑姑搞的事情 把我那后姑父塞进公司不说 还要把人家女儿弄进来 赵书源显然也认出了我 他环抱着胸 不懈地看着我 哟 这不是我家林林的朋友吗 怎么 你不是挺有钱吗 也来我家公司工作 我俩之前没见过 所以赵书源只当我是林林的朋友 不过 什么叫我家公司 陆明有些不明所以 赵主管 你和林妙认识 赵书源点点头 见过一面 没什么好印象 怎么 你俩有关系 啊 没什么关系 就是同一个学院的小师妹 这不是碰巧在一家公司吗 陆明极不可耐地 跟我撇清关系 一个学院的小师妹 呵呵 这陆明可真是不要脸啊 看着陆明悄悄给我使的眼色 我想了想 还是暂时没有把我俩的关系说出来 之后的几天 也不知道是不是赵书源故意的 他没事就来找我茬 本来不是我的工作 他非得让我做 等我做完 还非说不对 等我不服 去找他理论的时候 他却双手抱胸 一脸不屑地看着我 你是主管 还是我是主管 一个实习生 也敢来质疑我 不干滚蛋 而陆明也不知道 从哪里得到了消息 脸色铁青地找到了我 林妙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知不知道我能留在妙生很难啊 你还非要这么搞 得罪赵主管能有什么好下场 你能不能懂点事啊 我懂点事 幸好我对陆明早已经失望了 所以听到这儿 反而没有那么伤心 陆明 我怎么样做 应该和你没什么关系吧 我不是只是你的小师妹吗 小师妹三个字 我咬得格外重 陆明脸色有一瞬的心虚 但是很快又气急败坏起来 林妙 你来得晚不知道 公司不让搞办公室恋情 所以我才那么说的 你真是太小心眼了 你好好冷静冷静吧 这几天我们还是不要见面了 说完 陆明也不管我怎么想的 急匆匆地就走了 哎 我无语地摇摇头 妙声根本没有不让搞办公室恋情 陆明找借口也不会找 只要是有心意打听 他的谎言就会不攻自破 我对过去的自己表示唾弃 竟然这么没眼光地 看上这种男人 虽然我不打算和陆明在一起了 但是在他身上的钱 我不能白花 必须拿回来 很快 这个机会就被我找到了 周末没事 我和苏欣去逛街 等走到一家奢侈品店的时候 正好和刚出来的陆明碰上 而此时 他的旁边正站着赵书园 两人手牵着手 别提多亲热了 看见我 陆明明显有些慌张 毕竟我俩还没分手呢 赵书园也看见我了 眉头立马皱了起来 然后嘴里轻轻吐出两个字 晦气 晦气 这就晦气了 更晦气的是还在后面呢 陆明 你不打算解释一下吗 我喊住陆明 淡淡地说道 姐 解释什么 林妙 我劝你不要乱说呀 陆明急了 不住地跟我使眼色 呵呵 你个劈腿的渣男 还想让我跟你打掩护 脑袋被驴踢了吧 赵书园狐疑地看向我俩 你们在说什么 有什么事瞒着我 没事 没事 圆圆 你不是想买包吗 我带你去买 陆明着急地想把赵书园拉走 但我可不放过他俩 苏欣虽然不知道我做什么 但是跟我统一战线 直接挡在了两人的前面 陆明 怎么还买包啊 在我这个女朋友这儿 不是拿走了吗 怎么 不喜欢呢 什么包 陆明 他说的什么意思 他是谁的女朋友 赵书园这个时候 再看不出来问题 他就是个傻子了 圆圆 你听我解释 我和他就是玩玩而已 我已经跟他分手了 我最爱的是你 陆明赶紧跟赵书园解释 虽然已经认清陆明的本性 但是听他这么说 心里还是忍不住有些难受 毕竟这场恋爱 我真的付出了感情 而听了陆明的话 赵书园的脸色好看了许多 他看着我的眼神有些不屑 也不知道你之前什么眼光 什么阿猫阿狗都看得上 分手了 我怎么不知道 陆明 说谎也要有个度 我眼神冷冷地看向陆明 林妙 你别不知好歹 不管怎么说 咱们之前也没什么矛盾 好聚好散吧 你也别缠着我了 我现在心里只有圆圆 话音落下 陆明便一脸深情地看向赵书园 赵书园害羞了一下 便又得意地依偎在了陆明的怀里 陆明 你可真不要脸啊 世上男人都死光了呀 我缠着你这种渣男 行 分手也可以 把我送给你的那些东西 折合成现金还给我 我要被眼前的狗男女给恶心死了 但是我不能白吃亏 林妙 你不要 行了 阿明 这种人就是小心眼 把钱给他 省得以后他再找借口缠着你 陆明想来是不想出这个钱 但是却被赵书园拦下了 为了不在新欢面前丢人 他只好答应下来 说吧 多少钱 陆明咬牙切齿 二十万 虽然我没仔细算 但是应该差不多 而且 我知道陆明有这个钱 前段时间他还说他打算付个首付二十万 让我把尾款付了 一块买房子呢 二十万 林妙 你怎么不去抢 陆明大叫起来 依照他平时抠搜的性子 拿这些钱和要他命似的 赵书园显然也没想到这么多钱 但是陆明的表现更让他觉得丢人 陆明 你喊什么 不就是二十万吗 给他不就是了 现在的赵书园已经被我姑姑宠得 连二十万都看不上了 已然忘了 当初连出国的费用都拿不出 还是靠我姑姑救济的 不是 圆圆 肯定是这女人狮子大开口 我没有花她那么多钱 我不能摆给她呀 陆明还想狡辩 是吗 要不我把票据拿出来看看 看看你求着我给你买了多少名牌衣服和鞋子 我越说 赵书园的脸色就越难看 到了最后 他直接拉下了脸 陆明 简直丢死人了 你赶紧把钱给他 要是被我舅舅知道 你是这种男人 他肯定不会同意我嫁给你的 听到赵书园把舅舅搬出来 陆明明显慌了 给给给 我给 圆圆 你千万别跟董事长说呀 哦 原来他已经知道 我爸和赵书园的关系了 怪不得这么快就在一起了呢 看来是以为自己攀上高枝了 看着陆明这样 我有些期待他知道我真实身份的样子了 陆明脸色难看的把钱转给我 林庙 拿着这些钱滚吧 以后别再出现在我面前 听到钱到账的声音 我才正眼看向两人 一个包包钱 和要了你命似的 不过 抱歉啊 我还要上班 不想让我出现在你面前 那你辞职吧 赵书园依旧是那副高高在上的模样 喝 上班 林庙 你还想着上班呢 我看向赵书园 直到依照他的性子 肯定是想找理由把我辞退了 还真把妙生当作自己家了 但是 如果我真的在妙生被赵书园欺负了 那就白当林家大小姐了 我冲着两人微微一笑 能不能的 那咱们就等着看呗 路上回去的时候 苏星还在为我打抱不平 狗东西 当初还以为他真的是个好男人 没想到也是个渣男 我说 看那个女人这么面熟呢 她不就是咱们上次见的 和陆明出去吃饭的那个吗 妙妙 幸好早知道他的真实面目了 咱们以后肯定会找到更好的 听了苏星的话 我只是笑了笑没有说话 虽然我知道 不能一棒子打死所有男人 但是陆明也让我暂时 对男人没有什么想法了 不过 这个想法很快就被我自己打脸了 苏星怕我难受 便主动说 要带我去个好地方 我跟他强调了好几次 我不难受 但是他不信 没办法 我只好跟着去了 但是 我没想到 苏星带我去的地方 竟然是酒吧 我家从小管得比较严 要不然 我也不能被陆明给哄骗了 所以 看见酒吧 我掉头就想走 但是被苏星眼疾手快地拽住了 哎 妙妙 你别走啊 放心好了 这酒吧是我哥开的 没事的 放心完就好了 听到是苏星大哥开的 我停下了 他大哥我也见过 黑白通吃 但是为人很仗义 对我们这些妹妹也挺好 我跟着苏星走进去 一进去 巨大的音乐声迎面而来 虽然被吓了一跳 但是我也隐隐地开始兴奋起来 跟着苏星来到舞池 在音乐的带动下 我开始舞动 跳到嗨处 我还喝了几杯 我头有点萌萌的 但是却难得地放松下来 正在我放飞自我时 我的耳边响起了咬牙切齿的声音 林妙 你竟然敢来酒吧 长能耐了呀 我虽然头发蒙 但是听到这个声音 我还是打了个哆嗦 只因为这个声音 乃是我童年 乃至现在的噩梦 我机械般地回头 果然看到了那张 让我胆战心惊的脸 虽然周围的女生 都对这张脸 冒出了星星眼 但是我却看着吓得腿软 姜 姜怀咽 因为我家条件还可以 所以我从小过得顺风顺水 但是唯独一个人 我怕得要死 小时候 因为爸妈忙 我也淘气一些 请来的保姆管不了我 所以我经常挑食 长此以往下去 我不但营养不良 还体弱多病 等爸妈发现的时候 我已经养成了习惯 青菜不吃 牛奶不喝 无论怎么说 我就是不听 让我吃 我就绝食 爸妈心疼我 便没有强迫我 打算慢慢地给我改过来 但是他们没想到 这一坏习惯 很快就被终止了 我妈的好闺蜜 搬到了我家隔壁的别墅里 她家有个比我大一岁的小孩 在听我妈说了 我这坏习惯之后 自告奋勇帮我戒掉 从那之后 我的噩梦便开始了 每天一大早 便被她叫着 去跑步锻炼身体 回来之后 还要喝一杯牛奶 不但如此 她还残忍地 把青菜榨成汁给我喝 在我反抗无效 闹绝食之后 她也不害怕 征求我妈同意之后 把我家 甚至我屋里的零食 都搜刮走了 饿了两天的我 最后受不了了 只好向她妥协 我纷纷地喝着牛奶 吃着青菜 心里不住地骂她 但是人家丝毫感受不到 还喜滋滋地向我妈邀功呢 阿姨 小孩就是不能怪 你看 这不就改过来了 我妈笑着点头同意 从此之后 她变本加厉 不但每天监督我运动吃饭 还监督我学习 托她的福 我身体健康 学习优异 并一直没有谈过恋爱 直到一年前 她出国 我才可以和陆明谈恋爱 但没想到 一下子就遇到了一个渣男 这个人 就是江淮燕 看见她 以往悲惨的经历 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的腿直接一软 正好倒在了江淮燕的怀里 林妙 你竟然还敢喝酒 这是什么地方 你就不怕有坏人 江淮燕的脸色难看至极 苏欣和我一块长大 自然知道江淮燕的可怕 她搓了搓胳膊上 下起来的鸡皮疙瘩 硬着头皮开了口 淮燕哥 你不要骂妙妙 是我叫她来的 我看她失恋了心情不好 想让她来放松一下 而且 你放心 这是我割开的酒吧 不会出事的 苏欣好心替我说话 却没想到江淮燕的脸色 更难看了 失恋 林妙 你还敢谈恋爱 苏欣一开口 我就知道完了 但是看江淮燕这样 也不知道是不是酒精的原因 我突然起了逆反心理 江淮燕 我谈恋爱怎么了 我已经成年了 凭什么不能谈恋爱 我爸都不管我 你是谁 凭什么来管我 江淮燕深邃的眼眸 悠悠地盯着我 我是谁 林妙你说我是谁 看情况不对 苏欣赶紧把我从江淮燕怀里 扶了出来 淮燕哥 妙妙喝多了 你不要跟他一般见识 哼 苏欣 我们走 我不要跟这个讨厌鬼待在一起 我拉着苏欣朝外走去 但是走到一半 却被人拦腰抱了起来 江淮燕冷着脸 喝成这样 还怎么走 不能喝就别喝 我送你回去 虽然头脑发昏 但我好歹知道适可而止 除了小声低估了几句 到底还是没再反驳江淮燕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回家的 因为我刚被江淮燕抱到车上 就睡着了 第二天起来 我头还有点疼 但是更多的是惊恐 我记得我好像和江淮燕顶嘴了 完蛋了呀 也不知道这人好端端地从国外回来做什么 害怕江淮燕找上门 我连饭都没吃 就赶紧去了公司 只是去了公司 却看见我宫位上的东西 都被人扔到了垃圾桶 座位上还坐了一个陌生女孩 你是谁 凭什么扔我东西 大早上的本来心情就不好 看见这一幕 我更握火了 那女孩看见我 只是不屑地撇撇嘴 书员学姐把我安排在这儿的 我问了好几遍这东西没人要 没人要的东西自然要扔到垃圾桶里 好 很好 赵书员可真是好样的 我看向周围的同事 他们在我看过去的时候都低下了头 我自认为和他们相处的还可以 没想到也都这么失利眼 想了想 我拿出手机发了个消息 然后直接来到了赵书员的办公室 赵书员 你凭什么让人扔我东西 还有 那是我的公位 你让别人坐在那儿是什么意思 我的声音不小 惹得不少人都看了过来 看见我这副模样 吓了一跳 甚至有人窃窃私语起来 李妙也太勇了吧 他不知道赵书员和董事长是亲戚吗 嗨 这有啥 这情况还看不出来吗 李妙肯定被吵了 破罐子破摔了呗 这是为什么呀 李妙感觉平时也挺好相处的呀 怎么赵书员看他这么不顺眼呢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我听说陆明原来是李妙的男朋友 这不是又和赵书员好上了吗 现女友肯定不待见前女友 怪不得赵书员一大早 带着另一个实习生 把李妙公位抢了呢 这是想给他一个下马威呀 赵书员一副不紧不慢的样子 李妙 你一个实习生还敢来质问我 好 现在我告诉你 你的实习不合格 现在被辞退了 收拾收拾东西滚蛋吧 陆明这个时候也过来了 看见我这副模样 别提多得意了 李妙 你还敢来公司呢 怎么样 丢人了吧 要我是你 我都不会来自找难堪 看陆明这副小人得志的模样 我也没给他好脸色 你个软饭男 都有脸来上班 我凭什么不来 扑 吃瓜群众不知道 谁没忍住笑了出来 陆明的脸色 长成了猪肝色 林妙 你别给脸不要脸 你说 谁是软饭男 许是还想维护一下自己的自尊 陆明竟然还质问我 行了 陆明 你可别巴巴了 我现在心情不好 要是再惹我 小心我把你的那些事都抖出去 这个时候 我没心情跟陆明这种狗男人啰嗦 你周围笑声更多了 陆明脸色更难看了 够了 一大早的吵什么 就在我们争吵的时候 一道威严的声音 在我们身后响起 众人回头看去 这才发现 原来公司二把手 正站在我们身后 看着来人 我暗地里吐了吐舌头 我只是发消息给我爸 让他随便找个人来 没想到他把陆伯伯找来了 陆伯伯虽然也是看着我长大的 但是人比较威严 我对他还是挺处的 陆董 您怎么来了 只是小事而已 怎么还把您给惊动了 可能陆伯伯来了 一直看戏的部门经理坐不住了 赶紧赢了出来 哦 什么小事 说来让我听听 陆伯伯一副很感兴趣的模样 陆董 您好 我是赵书源 您应该听过吧 林董是我舅舅 这不是手下一个实习生考核没通过 打算辞退他 结果他来找事了吗 您放心 这件事我一定解决好 赵书源一点都不慌 虽然没见过这个陆董 但是他觉得自己的后舅舅 才是这个公司的老大 没人能把他怎么样 况且还只是处理一个实习生 陆伯伯听他这么说 像看傻子一样看着赵书源 连人家亲生女儿是谁都没弄清楚呢 还在人家公司作威作福 简直是个蠢货 不过 我爸应该和他说好了 他也没有拆穿赵书源 实习生刚来 不懂的地方多也是能理解的 以后多学习就是了 我看小姑娘挺机灵的 犯什么错了呀 我看向赵书源 我也想知道 他到底给我按个什么罪名 他 他 赵书源没想到陆伯伯会这么问 顿时有些卡壳 他迟到了 对 今天迟到了 我觉得他性子太懒散 不适合咱们公司 听到赵书源的话 周围人都沉默了 迟到一次就把人家给开了 这个理由找得也太牵强了 胡闹 陆伯伯地连板了起来 一次迟到你就把人给开了 这是今天被我知道了 要是这是传出去 你让别的公司怎么看咱们妙声 你真以为公司是你家了 赵书源的脸色难看至极 他没想到 这个陆董竟然这么不给他面子 这件事就先算了 但是下不为例 还有 林妙是吧 这件事是公司不对 这样吧 我记得你们部门最近好像有个提案 这件事就你来做吧 做得好有奖金 说完赵书源 陆伯伯又看向了我 比起刚才说赵书源的时候 他的语气明显好了很多 妈呀 陆伯伯 你这不要太明显了好吧 听到陆伯伯的话 赵书源一愣 随后眼神恶毒地看向我 我知道 本来这次提案是他做的 却没想到被我半路截了河 看着赵书源吃瘪的模样 我心情不要太爽 谢谢陆董 保证完成任务 等我回到公位 刚才的女孩已经离开了 而我的东西也放在了原位 之前的同事也都围了上来 林妙 你刚才也太勇了吧 话说 你和陆董是不是有关系啊 他怎么这么维护你啊 就是 平时还没见过陆董 这么和颜悦色地跟别人说话呢 哈哈哈哈 林妙 没想到你还深藏不露呢 有这层关系 你还藏着掖着的 我还没说话 这些同事就自己脑补了 没有啊 我和陆董能有什么关系 你们想多了 他只是公事公办而已 我淡淡地回了一句 哼 林妙 没想到你真行啊 怪不得平时那么硬气 感情有后台啊 我看八成是当人家小三了吧 赵书源一过来 就阴阳怪气地造我黄谣 听到赵书源的话 刚才还热络的同事 互相看了一眼 兴兴地回了各自公位 赵书源 你知道乱造谣 是会构成诽谤罪的吗 我冷冷地看向赵书源 这只疯狗 咬人的嘴太臭 七 还诽谤罪 你去告我呀 不告就是心虚 小贱人 还真以为我怕你呀 我早晚收拾你 赵书源根本不在乎 满脸挑衅地看着我 看我不说话 又得意起来 随后看向部门其他人 同事们 今天我男朋友请客 去锦绣华府 大家都来呀 当然 小三除外 听了赵书源的话 众人都欢呼起来 我看了一眼办公室里的监控 笑了 为了那个提案 我忙活了一整天 等我下班的时候 旁边的人都走光了 我收拾好东西 也来到了车库 准备开车回家 结果却发现 赵书源一群人 竟然还没走 他们都围在了我的车旁边 看着这一幕 我按道糟糕 早上为了抓紧来公司上班 把我爸那辆限量版 兰博基尼开来了 咱们公司谁这么有钱 竟然开这种豪车 就是啊 之前怎么没见过 没听说今天有什么大人物来呀 这车看着可真带劲啊 要是能坐一回这车 一辈子也值了 同事们都在议论 有的还拿着手机跟车合影 陆明也羡慕地看着 不说豪车 就是普通车 他也还没有一辆呢 赵书源双手抱胸 不懈地看着车 不就是一辆 兰博基尼吗 瞧你们那副 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等过两天 我也让我舅舅 给我买一辆 众人听了赵书源的话 罕见的没有搭枪 这车可是一千多万呢 这得多疼外甥女才给买呀 只有陆明 一脸兴奋 他对赵书源的话深信不疑 现在已经幻想 他开这辆车的情形了 哎 那不是林妙吗 你下班了呀 有眼尖的同事看见了我 看着众人都看了过来 我只得硬着头皮走过去 嗨 好巧啊 你们还没走呢 这些人围着我的车 我有些不好意思过去开车 看着我站在那不动 赵书源以为 我想跟着去蹭饭 林妙 我不是说了吗 这次聚餐不带你去 你要是真想去 那你求求我 不是吧 不就是个锦绣华府吗 在赵书源嘴里 就好像是去吃什么龙肉似的 呵呵 你想多了 我只是来开车回家而已 锦绣华府 我已经吃腻了 我说的是实话 这锦绣华府 偶尔吃一次还行 吃多了 还不如我家厨子做的好吃呢 但是赵书源和其他人 却不这么认为 他们认为我在吹牛 当然 我也不在意他们的想法 哦 吃腻了呀 赵书源捂着嘴偷笑 随后又打量着四周 你的小破车停哪了 让我瞅瞅啊 赵书源应该是听陆明说过 我家是开公司的 但是觉得 也只是个几百万的小公司 对于棒上妙声的他来说 自然是看不起的 我站着没动 主要是不想让同事们知道我的情况 但是 我这一行为 看在赵书源和陆明他们眼里 变成了心虚的表现 还真让我说中了 真是个小破车呀 不是我说你啊 林妙 你们家好歹也开了个小公司 你爸连个好车都舍不得给你买呀 你不会是抱养的吧 哈哈哈哈 赵书源越说越离谱 陆明在旁边跟着点头称事 真热闹啊 喵喵 这都是你的同事吗 正在我们说话的时候 江淮燕的声音突然从身后传来 我回头望去 的确是江淮燕来了 看见江淮燕 我还有点心虚 但是他好像什么事都没有事的来到了我身边 还轻易地摸了摸我的头 帅哥 你是 看见帅气的江淮燕 赵书源愣了一下 然后有些惊喜地问道 陆明虽然也帅 但是江淮燕比他更有气质 两人站在那儿 陆明很自然地被比了下去 陆明的脸色自江淮燕出现 就变得难看起来 看见江淮燕和我如此亲密的动作之后 脸色更是臭到了极点 听了赵书源的话 江淮燕单手搂住了我 怎么 还不明显吗 哇 帅哥 你是林妙男朋友啊 没想到 林妙竟然又找了个这么帅的男朋友 怪不得呢 一旁看戏的同事们八卦起来 一边惊呼 还一边和陆明对比着 刚才赵书源还跟他们说 林妙太喜欢陆明了 还暗地里纠缠陆明呢 人家林妙有这么帅的男朋友 谁还搭理陆明啊 我也没想到江淮燕能这么说 但是看这情形 我识趣的没说话 拆他的台 帅哥 眼光不咋的呀 听到说是我男朋友 赵书源撇撇嘴说道 我觉得挺好的呀 我就喜欢妙妙 别的歪瓜裂枣 我觉得连妙妙一根手指头 都比不上呢 江淮燕一脸深情地看着我 把旁边的赵 歪瓜裂枣 书源 气得鼻子都快歪了 看着这一幕 我觉得有些好笑 果然 打击赵书源这种人 还得江淮燕这种毒嘴 而且 看赵书源这样 我突然想通了 他们看不起我 不就是觉得我没钱没事吗 那我凭什么不把自己的优势摆出来 要受他们的白眼呢 我向着赵书源的方向走了几步 他一脸戒备地看着我 干什么 呵 不干什么 只是要开车而已 我笑了笑 然后在他们震惊的目光中 暗响了那辆兰博基尼 江淮燕没开车 坐着我的车走了 看着副驾驶座上的男人 我犹豫了好几次 终于还是开了口 江淮燕 对不起 那天是我喝多了胡说的 江淮燕看着窗外的风景 轻轻应了一声 我有些捉摸不透她的想法 所以 只好闭了嘴 不再说话 一时间 车上气氛有些沉闷 半晌 江淮燕终于把目光移回来了 她定定地看着我 妙妙 我比那个陆明差在哪了 什么 我因为太震惊 差点把油门当成刹车踩住 你是不是从来都没考虑过我 江淮燕继续吓死人不偿命 江 江淮燕 你喝酒了吧 你瞎说什么呢 我心里有些慌 算了 是我的问题 看来以后我要换个方式了 江淮燕 男男出声 我没敢接话 直到回家 我俩都没有再继续这个话题 晚上 我罕见地失眠了 所以 第二天 又差点迟到 等我到了公司 却发现 大家看我的眼神 都有点奇怪 我以为是因为 昨天看着我开了那辆 兰博基尼离开 所以也没在意 直到陆明 把我堵在了茶水间 陆明 阴晴不定地看着我 林妙 你可真行啊 不仅哄得陆董 给你买那么贵的车 还找上了小白脸 你说 你俩是不是早就好上了 什么玩意呀 我听得稀里糊涂 陆明 你吃错药了吧 大早上的 说什么胡话呢 哼 林妙 你别狡辩了 要不然 你开的车是哪来的 我昨天还半信半疑 想着依照你的性子 不会是那样的人 没想到你真的这么下贱 啪 我再也听不下去了 抬手给了陆明一巴掌 陆明 我的忍耐是有限的 你信不信你再胡说八道 我会让你后悔来这个公司 陆明被我打了一巴掌 脸色自然不好看 但是他真的以为 我和陆伯伯有什么事 不敢对我怎么样 只敢嘴上胡咧咧 是 林妙 如今你攀上了高枝 我不敢怎么你 但是我等着 你迟早有被人玩腻的一天 陆明说完 看着我的巴掌 又要落在他脸上 赶紧马里溜了 我没想到 这件事会发展成这样 现在我到哪儿 都会受到异样的眼光 还传来一阵阵 窃窃私语 显然都在议论我 而我 明显被人孤立了 我心里有些难受 我知道 如果我请爸爸来 这个问题肯定会解决 但是 这正好是因为 我有这个条件 但如果一个毫无背景的小女孩 被她们这么诬陷议论 除了默默忍着或是辞职 应该没有别的办法吧 我看着那群人 他们以为我是小三 自认为自己是正义的一方 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 却丝毫不在意事情的真相 我看着人群中 笑得最欢的赵书员 他那么洋洋得意 似乎在说 瞧 你有后台怎么样 你还是输了 我深吸一口气 回到了公位 继续我的提案 不再管周围人的议论 一连几天 我都在加班加点地做提案 终于在截止的前一天 完成了 第二天 公司的几位大领导 以及我们部门的所有人 都去参加了这个会议 看见我爸来 赵书员甜甜地 跟他打了个招呼 我爸冲着他点点头 引得底下的人 一片小声议论 赵主管果然和董事长是亲戚啊 看着对他还挺好的 就是呢 看来咱们以后要多巴结一下赵主管了 我看那个陆董也冲林庙点头了 看来谣言是真的 那咱们是不是不能这么对林庙了 你知道啥呀 这小三能和亲戚比吗 这林庙早晚有失宠的一天 再说 赵主管可是说了 他不喜欢林庙 你要往枪口上撞啊 哦 那还是算了 听着这些议论 我没有多大反应 只是在我爸说了一声 开始之后 举起了手 不好意思 我这里出现了一点情况 我的提案好像被人删了 我的话一出 整个会议室都安静了下来 赵书员一脸无奈地看着我 林庙 你要是做不出这个提案 你可以早点说 你怎么能说谎呢 还被删了 咱们公司都是有摄像头的 你说谎也不想好 随后 他又看向我爸 舅舅 这个人是我手底下的一个实习生 之前 我就看他懒懒散散 想把他给开了 只是 他停顿一下 看了一眼陆伯伯 不过 现在也不晚 幸好我怕他坏事 自己事先做了一份提案 不会影响公司的 这话说完 引得下面一片掌声 赵书员笑着 冲大家点点头 这是我一个主管 应该做的 哎 我无奈地摇摇头 这个赵书员啊 你说他笨吧 还知道伤我提案 你说他聪明吧 又这么着急 赵主管呢 不好意思啊 打断你一下 我这么说 是因为我有证据 我冲着赵书员 晃了晃手里的U盘 在赵书员不相信的眼神中 我把U盘插进了电脑里 随后 一段视频就出现在了会议室的投影上 视频里是赵书员那张脸 此刻他正一边对着我的电脑操作 一边阵阵有词 林庙 你个小贱人 我让你嘚瑟 我把你的提案都删了 我看你明天怎么交稿 跟我斗 你还嫩了点 赵主管 虽然你准备得挺齐全 还把公司的电给断了 但是我之前在我电脑里植入了软件 所以 只要有人动我电脑 都会被拍下来 我好心跟赵书员解释了一番 毕竟也得让人死个明白 不对 这不是真的 这是你合成的 我没那么做 舅舅 你相信我 这真不是我做的 这个时候了 赵书员还企图狡辩 我爸冷冷地看着赵书员 是吗 那你觉得我会相信你 还是相信我的亲生女儿呢 相信 什么 赵书员不可置信地瞪大了双眼 我则是走到了我爸的身边 乖乖地喊了一声 爸 部门的其他人都傻眼了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事情会发展成这样 原来董事长的真千金 就在他们身边 怪不得人家陆董对他那么好呢 他们竟然这么恶意地揣测别人 想到这 那些议论过我的同事 都羞愧地低下了头 陆明更是呆愣在了原地 他直直地盯着我 吃惊过后 眼里竟蹦出了惊喜的光芒 我没在意 因为这个时候 警察到了 是的 我报警了 我把当初赵书员辱骂我是小三的视频 还有这次偷删我提案的视频都交给了警察 赵书员当场就被带走了 虽然他拼命地认错 但是我和我爸都没有心软 在得知我在公司遭遇了这些事情之后 我爸心疼得不行 还想让他放了赵书员 他不上去打他两巴掌 算他有气度了 等赵书员带走之后 我把真的提案拿了出来 然后认真地给大家讲解了一番 这个提案我做得很用心 自然是得到了其他人的认可 这也为我的实习生涯 画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我的身份被大家知道了 我也不能继续在庙生当实习生了 所以我打算趁还没开学 出去玩玩 等我收拾好东西 去停车场的时候 却发现陆明正站在我的车前 看见我过来 他立马迎了上来 怎么自己拿这么多东西 也不跟我说一声 累坏了吧 陆明说着 就要把我的东西接过去 却被我躲开了 陆明 你又耍什么花招 妙宝 是我错了 之前是我误会你了 我就说嘛 你就不是那样的女孩 都是赵书员误导我 你放心 我以后只爱你一个 肯定好好对你 陆明一副深情的模样 差点把我看吐 陆明 你是不是脑袋被驴踢了 你怎么说得出这种话 你不会以为 在你做了那么多恶心的事之后 我还会原谅你 然后当做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吧 我现在严重怀疑 我的脑子也不好 要不然 当初怎么会眼下看上这种男人 妙宝 我知道你心里还是有我的 要不然 你怎么找了一个 和我那么像的男朋友 现在我回来了 你把那个替身甩了吧 陆明现在已经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中了 不管我说什么 他都不信 不过他这句话也点醒我了 我看着陆明那张脸 轻轻摇了摇头 他不是替身 你才是 我现在终于正视自己的心了 当初江淮艳出国 所以 我一直都把和他有些相像的陆明 当做了他的替身 原来 我心里是喜欢江淮艳的 而且 陆明 你不会以为赵书园进去了 你就没事了吧 放心 一个都逃不了 比起赵书园 陆明这个渣男更可恶 看着陆明像纸一样白的脸 我的心情突然大好了 如果 没有看见不远处站的那个人的话 我眼神瞥向 正在专心 开车的江淮艳 你来多久了 刚才我说的话你没听见吧 江淮艳一脸疑惑 我刚到 你就看见我了 你说什么了 是我不能听的吗 看江淮艳这么说 我放心了 如果真被他听见 那不相当于我对他表白了 那可真是丢人 丢到姥姥家了 看我松了一口气的样子 江淮艳的嘴角突然勾了起来 哦 是不是那句他不是替身 你才是啊 妙妙 原来陆明是我的替身啊 啊 江淮艳 你果然听到了 我要抱走了 姑姑又来闹了 在发生了这些事情之后 我爸便整治了公司 救出了不少公司的老鼠屎 姑姑的现任丈夫也在其中 他利用自己的职位 收了不少贿赂 所以在赵书园被判了一年 有期徒刑之后 他也进去了 还有陆明 在和赵书园在一起之后 他也没少给那些 想要贿赂的同事牵线搭桥 自己在中间赚取好处 这么一段时间下来 竟也让他赚了不少 那些钱足以让他被判刑 姑姑歇斯底里 眼神恶毒地看着我 都是你这个小贱人 要不是你 袁袁和他爸怎么会进去 你知不知道 他爸要和我离婚 我的家庭全被你毁了 这就是我的亲姑姑啊 原来他认为都是我的过错 我平静地看着他 把他的身影在我心里抹去了 我爸心寒至极 你是不是疯了 你可是妙妙的亲姑姑 你知不知道 你那个妓女在公司 怎么对待妙妙的 还有你那个丈夫 她是受贿呀 是她自己犯法 是不是等到她真的把公司坑完 你才能认清那个人 不是 都是你们的错 她才收了多少 你就当看不见不就好了 为什么还要把她送进去 你让我以后怎么活 姑姑现在已经听不进我爸说的话了 在她心里 赵书源和她爸才是她的家人 我们都是破坏她家庭的凶手 最后 我爸也对我姑失望了 直接说明 以后不再和她来往 就当没这个亲戚了 还有林林 也和她妈断绝关系 找她爸去了 后来 赵书源和她爸都出来了 我姑立马颠颠地去找人家 想要重新一起生活 那两人身上都有暗底 不好找工作 看着我姑自己上门 自然是趴在她身上吸血了 在榨干我姑身上所有钱财之后 父女两个一走了之 放任发烧39摄氏度的姑姑不管 一毛钱都没给她留 还是我爸看不下去 找人带她去的医院 这个时候的姑姑终于后悔了 只是女儿和自己离了心 哥哥也和自己疏远了 说什么都晚了 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做好攻略 我便准备出去玩了 爸妈有些不放心 想让苏欣陪着我去 被我拒绝了 这次我想自己出去玩 只是打开大门之后 却发现江淮燕穿着一件 休闲花衬衣 骚包地站在我家大门前 身边还放着一个行李箱 看见江淮燕 爸妈对视一眼 传递了一个原来如此的眼神之后 默默地退回去了 我无语地看着江淮燕 你这是什么意思 江淮燕冲着我笑 追你的意思 之前是我太笨 没有表达出我的心意 所以现在我换个方式 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你觉得怎么样 我摇摇头不怎么样 蛮老套的 不过你可以试试 听了我的话 江淮燕笑了 我也笑了 天气正好 适合谈个恋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电视频